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福坚做到了 而福坚能有如此伟业 又全赖于王猛 只是王猛走得实在太早 在王猛病逝前 福坚心乱如麻 两人君臣二十年 福坚对王猛几乎一直都言听计从 如今一人将去 福坚难免忐忑 而王猛眼见自己亲手创立的大业 未尽全功 心下也有所遗憾 临终前 王猛与福坚最后一次见面 作为前秦帝国实际上的操盘手 王猛向福坚交代了自己最后的政治遗嘱 虽然这一番话让福坚始料未及 不要南征伐计 一刹那间 福坚以为自己听错了 混同语内 这是自秦始皇以来 任何帝王都始至追求的终极目标 如今北方粗定兵马未疲 正是南征的好机会 为什么不南征 王猛给出了自己的理由 东晋虽然偏安江南 但却是郑朔所在 人心相安 我此以后希望您不要图谋法径 相反 鲜卑 西枪都是我们的仇敌 他们怕是总有一天会心兵作乱的 应该想办法逐渐除掉 以使设计安宁 严霸王猛去世 后来的历史我们都熟悉 飞水之战 福坚伐劲却惨遭重大失败 终止灭国 后人因此一直归罪于福坚 认为是他不听取王猛的临终遗言 才最终酿成大祸 对此我们不准备翻案 但从王猛的遗言出发 今天却不妨来做一些分析 王猛当年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 才会如此劝说福坚 也只有搞清楚了这个原因 我们才能真正理解 飞水之战失败的恶果 先要理清一点 对于王猛的临终遗言 福坚并不是没有听 而是真的听进去了 王猛足于晋简文帝宁康三年 飞水之战发生在晋孝武帝太原八年 中间间隔了整整八年 也就是说 福坚是在王猛死后又等了八年 在统一北方之后又等了七年 才开始着手罚禁的 因此不能单纯的责怪福坚 没有听从王猛的遗言 要怪就怪王猛 如果他当年能给自己的话 再加上个十年二十年的期限 或许福坚就不至于如此惨败了呢 而后人在看王猛的遗言时 也只单纯的把关注点落在不罚禁上 而忘了王猛的遗言 其实包括两个部分 除了不罚禁 还要解决鲜卑和西枪的问题 对于后者 福坚又做得如何呢 这就得从前秦的立国开始说起了 前秦与前燕几乎同时立国 两者都是趁着后赵末年北方局势大乱 而趁机崛起的 在细究之下 两者的立国之路又并不相通 先为慕容士经过前期的实力积攒 在等到后赵衰败时 已经具备了争夺天下的实力 而同一时期 低俗的福士还只是一个并不大的部落 因缘计讳下 福士占据关中与前燕形成东西对质之局 但其统治并不稳固 即使是在统治河西长安的周围 也经常出现叛乱 甚至于到福坚在位时 前秦仍然还有福坚四处评判的记录 这时期王猛工作的重心 主要在内政方面 也就是我们在之前提到过的 打击豪强 鼓励生产 这是一个部落联盟 向极权式政权转变的必要步骤 也是在这个过程完成后 前秦的实力才得到了明显增强 逐渐的 其周围的一级势力几乎已经被铲除殆尽 而与此同时 前秦的劲敌 前燕 内部却遭遇重大变故 前燕在太守慕容克病逝后 由太守慕容平执政 慕容平既贤度能 逼得慕容锤走投无路 只能投奔前秦 综合各种因素考虑后 福坚和王猛认为 这是攻灭前燕的重大契机 决定出兵讨伐前燕 对此前燕 前燕懵然不知 追到前秦出兵 前燕高层都还想当然的以为 前秦只是一个小国 根本就没有能力对几方造成重大威胁 但现实却是前燕只用三战便灭了前燕 第一战攻占洛阳 洛阳一战击溃燕军主力第三战 则是对前燕首都叶城的围城之战 仅仅不到两年 慕容市创建的军事强国 就这么灰飞烟灭 这再一次验证了前秦 这些年的发展壮大速度 实在是惊人的 在前燕被灭后 王猛以都督关东六州诸军事的身份 在前燕曾经的首都叶城 待了近两年时间 前秦一下子吞并了前燕这么大一块土地 如何真正形成有效治理 是当下要面对的最为重大的问题 因此王猛才会一直待在燕城 全权处理相关事物 可以说福建几乎把一半的国家都交给了王猛 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天下已经乱了半个多世纪 对方实力派对所谓的朝廷 已经根本没有任何详心力 而朝廷也不是仅仅派个太守 或者次使来就能真正掌握地方的 自永家之乱开始 只要手里有兵有地 地方实力派的朝三暮四就是常态 谁出价高就给谁当臣子 前秦如今想要把关东的大面积土地 真正纳入自己的统治 就绝对不只是灭亡前燕这么一个简单的过程 更需要长期的经营 包括对地方实力派的打击 扶持亲善势力 对地方官吏的权力制衡 获得普通百姓的认同等等 这些工作重大而繁琐 福建当然需要王猛去亲自主持 因此王猛才会远离朝廷近两年时间 主扎在叶城 期间王猛出于自迁 曾上书福建 希望能调回长安 但福建的态度却很明确 自东方话岔 当滚一席归 等东方的事情处理得差不多了 百姓规划 到时候再加官进爵 回长安 直到两年以后 王猛的一系列工作出现成效 他才被皇族芙蓉 换回了长安 期间为了防止灭国的先卑势力继续作乱 福建还曾经做出一个决定 把前淹的四万余户王公贵族和百官 迁入关中 第二年 在经过了王猛的清理识别后 又有一些关东的豪强贵族被迁入了关中 这次有十五万户之多 这种做法很早就有先利可勋 当年勤灭六国 就曾把六国贵族迁入关中 以防止他们继续待在原来的地盘上 贪根错节的势力会逐渐作大 如今东方画洽 跟这个政策的思路其实一脉相承 只是此时距离王猛病逝 已经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 金剑元十一年六月 王猛病重 终于一病不起 临终前他留下了那些叮嘱给福建的话 首先不能罚禁 其次想办法消除鲜卑和西枪的隐患 现在我们再来看这番政治遗言 就能看出不一样的内容了 尤其是第二条 为什么要单点鲜卑和西枪 因为鲜卑在当时主要有两股势力 鲜卑慕容室的燕国和踏跋室的戴国 虽然燕国已经被灭 戴国也会在王猛去世一年后被灭 但这两支势力不是说灭国了就会消亡的 他们各自的部落都还有残存势力 更何况民族之间的分歧 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消灭 至于西枪 则一直在关中与低族人争夺地盘 如今无非是前秦强大 枪人折服而已 一旦秦国衰落 枪人必会负起 这是肘叶之变将伤及根本 或许有人会觉得这是启人忧天 前秦如此强大 还会衰落吗 凡为妙算 未算胜 先算败 持国者都应当先消除各种可能会导致国家衰落的可能性 然后再考虑发展壮大的问题 枪墙如今看起来已经无法成为威胁 但总归是一个隐患 而且还是能伤及根本的那种隐患 既如此就一定得想办法除掉 在王猛病逝以后 福坚并没有将王猛的话抛诸脑后 而是遵循着王猛遗留的既定方针 例如既往的加强着朝廷对于各地的控制 只是效果 轻然南辕北辙 秦建元16年 此时距离王猛去世已经5年 距离肥水之战爆发 还有3年 福坚下了一道旨意 分三缘 九宗 五都 千 雍狄十五万户 是诸宗亲各领之 散居方镇 如骨诸侯 将居住于关中的大量低族人 全部迁出关外 散居四方 以为镇守 这本是无可厚非的做法 把时间往回再倒一倒 西州当年伐咒获胜后 也是在天下分封诸侯 镇守四方 然后才有了日后 华夏族的开枝散叶的 如今北方出定 福坚想要增强对四方的控制 最好的办法也无非是使用族人 虽然之前他们经历过王猛不遗余力的打压 但低族人毕竟是真正被绑在秦帝国这架战车之上的 大家一损俱损 一荣俱荣 福坚最后能依靠的力量也还是这些自己的族人 但问题是这些年来 关中的居户在迁入迁出之间 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甚至是已经逆转 前秦政权的根本之地 关中已经没有多少低族人居住 而变成了他人的家园 而且这个他人 还是当年王猛病逝时 一再嘱咐福坟 要好好防备的西枪与鲜卑 盲人骑虾马 切瓣临身池 这个问题不是没有人看到 几年以后 前秦朝廷在讨论南征时 芙蓉这个曾经代替王猛镇守叶城 深受福坚信任的前秦宗旨 就向福坚说过 陛下宠于鲜卑 枪 结 布满积淀 此属皆我之深仇 太子独予若足数万 留守京师 臣具有不渝之便 生于复心走夜 不可回夜 臣之丸于成不足彩 王锦略一时应结 陛下长笔之诸葛武侯 独不济 其临墨之言乎 陛下恩宠鲜卑 羌人 杰人 这些人布满了荆棘内外 但他们都是我族的仇人 如今南征只留下太子 带着数万老弱之师留守京城 万一有不测之便 毁之丸已 我自己虽然愚钝提的建议 不足以游辱盛听 但是王锦略一时应结 因把他比作诸葛亮 他临终时跟您说的 也是这个意思呀 可福坚不听 他觉得南征不会败 不可能有不测之便 这时候没有人再敢问他 那要是万一败了呢 这个问题最终还是由历史 给出了答案 几年以后 飞水之战战败 慕容仙杯锤在关东崛起 重新建立燕国 几乎夺回了前焰当年所有的土地 而关中之地 以及前秦在攻灭前焰之前的其他土地 则被枪族人姚洪所建立的后秦所继承 至于福坚本人被姚长乐杀 这时候再看王猛的林中遗言 你就会发现他说的不能罚禁和要想办法消除先卑西枪的隐患 其实并不是两个问题 而是一个问题 这些年来前秦的扩张速度越来越快 也引然有一统天下的可能 这对于任何一个帝王来说都是最让人心动的事情 但王猛认为统一天下固然重要 可如今却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 也就是说并不是不能罚禁 而是在罚禁以前要先解决鲜卑和西枪的问题 这才真正是一个成熟政治家的老谋深算 作为秦帝国实际上的运作人 王猛深知 秦帝国这些年一直都走在领土扩张的道路上 但等到统一北方之后就应该有一个暂停 领土扩张的事已经做得基本接近于极限 继续扩张领土 消灭东晋难度太大 而且国内的问题也到了需要解决的时候 如果王猛活着 可以想象他一定会调转视线 先把国内的民族问题解决掉 然后再寻找机会 仕途难争 这是一个国家长期的战略规划 什么任务应该优先处理 什么政策又能被延迟推行 在主政者的心中都应该有详细考虑 当问题很多不可能同时解决的时候 就一定要有主次之分 轻重之别 某一阶段可以解决某一个问题 某一个机会之下又应当转移重心 朝着解决另一个问题 加速前进 在统一北方之后 应该先解决这些年积攒下来的内部问题 然后再考虑难争的事 且不能反过来处理 这就是王猛留给福坚的政治遗嘱 福坚觉得自己听进去了 并且认为这些内部问题 他已经解决掉了 所以才会在王猛病逝八年以后 悍然发动难争 试图混同与内 一统天下 但现实的打脸却格外惨烈 当他在肥水遭遇大败 他才发现内部的矛盾根本就没有得到解决 他们骤然爆发 让他创立的大帝国 几乎在一夜之间便分崩离析 天下大势并非只有王猛一个人了若执掌 远在千里之外的江南 也有人看到了未来的格局走向 看到了前秦逐渐强大后 可能会出现的南北之战 在赤壁之战后的一百七十多年间 已经从未有过如此战争 可以以一战而改变天下局势 因此当福坚和王猛 在北方的寒夜里立兵默骂 千里之外的江东 也有人在南天的艳阳下 开始了运筹帷幄 备战这一场改变天下大势的战争 关中良将为王猛 天下苍生 放谢安 我们下篇继续